您各位好呀,我是您的好朋友,爱讲故事的昆仑流史 清代皇帝的帝王领寝啊,咱们拍的可是一溜够了 皇老爷子们的故事啊,咱们也讲了不少 弄得有的朋友啊,直接就爱他我了 问我呀,是不是清朝的遗少 更有牛人的,问我是不是清代的宗室 今天啊,我得在这澄清一下啊 不是,不但不是啊 先祖在山西还曾经抗击过西晋的八旗兵 真是啊,地方至可查 您要是对我们家祖上啊,抗击清兵的事有兴趣 您就弹幕或者留言给我 回头啊,我一不纳心的在小片里讲给您听 这回咱们要讲点什么呢 这回啊,咱们走一走着康庸前的灵寝 好好的掰着掰着 在这三朝啊,最让人恶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啊,文字玉 说到这康熙啊,那真可谓是大帝 康熙老佛爷的文字武功 我看您呢,是一口气数不完的 秦敖拜,平三番,收台湾,退沙俄,等等等等 一眼看去呀,那真是一个盛世王朝的良好开端呢 然而呢,这光芒无限的背后啊 也隐藏着清代最丑陋的恶法 那就是文字玉 这种东西啊,不知在这康庸前三朝啊 夺弃了多少人的清清性命 今天啊,咱们就从康熙朝开始说起 这事啊,他最早始于康熙初年的中式名史案 在浙江湖州的南巡呢 有个名士叫庄廷龙 虽是富商出身呢,坐拥万贯家财 但是人家可不是自甘堕落的少爷哥 不是整日沉迷于酒色 仍然是啊,饱读诗书 是个颇有文才的人 双目失明以后啊,就想效仿这左秋名 修一册史书 在顺治年间啊,用重金买来了前朝万历年间 内阁首府朱国珍所著的名史稿 聘请了一些啊,当地的名士文人 将书稿啊,整理润色 还补充了天启、崇祯和南明三卷 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了啊 这好日子呀,他不得好 浪脆的吗,能好了吗 这庄的爷呀,从此算是倒霉起手 这哥们啊,呕心立血 还没等到这大作问世呢 顺治十二年,尿气了,死了 还真不错啊,庄大爷的俩爹呀 呃,就是亲爸爸老庄和岳父老朱 觉得呀,这孩子一分心血呀 不能就这样白瞎了呀 干脆,咱们老哥俩呀 替他把这书稿,刊印了吧 我去,这一出版啊,那算是惹下了他天大祸 首先呢,这书里的涉及很多事情啊 都是当时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 再来呢,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影响力 当地的好几位名士啊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被列入了修订者的人名单 别说那玩了 哥现在,您这也叫寝权的这个 您想想啊,这不等着 遭人举报,他等啥呢 有人呢,就把这事啊 奏报给了朝廷 朝廷的是相当重视啊 刑部设了专案组 专门审理此案 在书中啊,找出了八大罪状 大个旗啊,包括直呼清室新祖明慧 不加尊称 将努尔哈旗啊,叫做资幻 管这八旗兵丁呢,叫贼 管这平南王啊,称为上贼 管这靖南王呢,叫耿贼等等 给定了一个啊 心怀前朝,诋毁当今的罪名 最终啊,这庄诸两家 与主要编短人员 在康熙二年 父兄子职满十五岁者呀 七十人,处死 光灵池就十八个呀 这最回阔首的庄大爷呀 也被从棺材里滴落了出来 大鞭子一顿垮抽啊 落得一个死后鞭尸 家中啊,十五岁以上的女眷 发配军中与披甲人为奴为婢呀 有朋友该说了 康熙二年,花儿老爷子才十岁 这都是那帮的首府们的意思 您要找啊,得找那索尼敖拜厄比龙去 他们是主使 屎盆子,可别往皇儿老爷子脑门上扣啊 得,您说的对 我再给您说一个 这宗子文字玉啊,叫南山案 康熙五年 皇儿老爷子可快六十了啊 康熙本朝汉林大学是代名士 号南山先生 晚年呢,潜心研究名史 在家中啊,分书出门采封 终于写就了一部南名史 起名呢,叫做南山集 成书于啊,康熙四十二年 这代汉林呢,还没高兴几年 就被人告发了 康熙五十年 刑部接到十名举报 举报者呀,是都御史赵深桥 说呀,这南山集中啊 称顺治朝,算不上正统 清朝啊,是从康熙元年开始算起的 书中呢,还用了这南名的年号 对本朝啊,实属是大不敬 不但如此啊,这同城学派领袖 大明氏方包,还为此书啊 做的序,得 这方包啊,他也沾包了 最后啊,刑部查处 牵连此案的人啊,有三百多人 南山集案呢,按谋逆定罪 这样呢,这首范啊,戴明氏啊 就得凌迟处死 三代,十六岁以上的直系男丁 全部问斩 十五岁以上女眷 发配边疆,为奴为婢 还好啊,这康熙老佛呀 这会儿他宅心人厚 亲定戴明氏处斩 家人呢,发配宁骨打充军了事 要说这康熙年的文字狱呀 可以理解为啊,这清王朝 正从这入侵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变过程当中 故而呢,对这种私修前朝史 妄自评论当今的行为是极为赠物 今天呢,咱们说两个康熙朝的文字狱的案例 下回啊,咱们聊聊这庸正朝的文字狱 又是别样的原因,别样的案情啊 我呀,是走到哪儿 故事就给您讲到哪儿了,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谢谢您的评论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谢谢您的评论